约伯记第27章 约伯继续他的讲论说 永活的神夺去我的宫里 全能者使我心中痛苦 只要我的生命还在我里面 神赐我的气息还在我鼻孔里 我的嘴唇绝不说不义之言 我的舌头也不讲诡诈之语 我绝对不以你们为事 我到死也不放弃我的唇泉 我坚守我的意绝不放松 我一生的日子 我的心必不责备我 愿我的敌人如恶人一般 愿那起来攻击我的 像不义的人一样 不敬虔的人被剪除 神夺去他性命的时候 还有什么指望呢 患难临到他身上的时候 神会垂听他的哀求吗 他以全能者为乐 实时求告神吗 我借神的能力教导你们 我不向你们隐瞒全能者的事 你们都亲自见过 你们为什么成了这么虚妄呢 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 强暴的人从全能者所得的业 即使他的儿女增多 还是被刀剑所杀 他的子孙也必永不得饱食 他的遗族在死人中埋葬 他的寡妇也都不哀哭 他虽然堆积银子如沉沙 预备衣服如泥土 他尽管预备 一人却要穿上 他的银子 无辜的人也要瓜分 他建造房屋如蜘蛛结网 又如守望着所搭的棚 他虽然躺下的时候富有 却不再这样 他一张开双眼 财富就不再了 惊恐必如重水追上他 暴风在夜间把他刮去 东风把他吹起 他就消失 又把他卷起 离开原来的地方 神涉及他毫不留情 他甚愿快快逃脱神的手 有人向他拍掌 发嘶声赶他离开原来的地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